唠叨型妈妈的特点就是 什么都要管 一没有跟着她的脚本肘 她就会 一步说好吗 还没有快说啊 你吃饱饭了吗 看谁吃嘞 去去去去 没有 你说好也好吗 你是不是很爱妈妈 但是只要她开启唠叨模式 你整个人都会翻白 翻到肚皮里面去 要戳心平气和 那简直就是跟种马票一样难 错 是比种马票更难 今天呢我就要跟你分享 三个方法 你既不需要改变对方 也可以让你跟她好好相处 首先第一招 幽默解千愁 让妈妈做嘴最快 而且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让她笑 其实女人呢 基本上就是一种听觉系动物 听到好听的话 心情自然就会好 所以你可以在她 准备要爆发的时候 用坚定的表情 加上赞美的话 妈 你知道吗 我最伤心的时候是几时 就是你皱眉头的时候 妈 你讲得对 阿玲真的很过分 等一下我帮你去骂她 妈 我很佩服你耶 我的所有事情 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清楚 好吧 我决定了 你来做我的私人助理 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 哇 老 我做不到耶 但是真的很有效 为了求生 演都要跟她演出来 好吧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那就告诉你第二招 开启佛系模式 其实你不要把妈妈当权威 你要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宠 每当她要唠叨的时候 不要听进去 也不要讲话 虽然你看到的可能是很霸道 很强势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 就是妈妈是女人 女人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 这个跟你当年 你的妈妈的妈妈 也就是你的外婆 照顾她的方式有关系 你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因为通常这种类型的女人 都是因为当年她妈妈 对她的方式比较疏远 她们的关系比较没有这么亲近 所以这个也可以是 我们经常听到的原生家庭 说经常发生一个case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妈妈 或者经常唠叨妈妈 其实她内心是因为 你从来没有感觉到安全感 这个也是她 在小的时候 没有从妈妈身上体验过的 所以你基本上在这一点 你没有办法做出什么改变 不要尝试去跟她讲什么大道理 因为这些是跟她成长背景有关系的 根本没有办法从妈妈成长的过程当中 做些什么事情 你能做的就是去理解这道理 然后稳定下来 因为唯有你稳定下来 对方才有办法感受得到 让你自己稳定下来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深呼吸湿下 然后不讲话十秒 然后如果情况有学话 就让你自己去处理别的事情 这个是她的一个习惯 习惯就是一种很自动化的行为 所以很多时候 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这样子 制造这种感觉给别人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 理解这事情 然后不要让她的情况影响到你 那第三招呢 就是照顾她 唠叨其实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 实际上她是一种内心深处 跟她身为妈妈的一种本能 她已经把烦恼当成天子 觉得照顾你 就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到啦 而且相处里面 是有很多灰色地带的 没有明文规定说 妈妈可以管什么 妈妈可以不管什么 所以她就会什么都管啊 而且安全感这东西啊 它其实是你没有办法给的 因为这个应该是 你的妈妈的妈妈 还有你的妈妈自己建立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好相处的话呢 你可以做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真的是照顾好自己 她之所以会这么担心你 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 你平时照顾自己的方式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让她放心 有每一个决定的话 那就开始陪她一个习惯照顾她 除了照顾好自己的事情 你也可以从小事 比如说做家务啊 洗碗啊 浇花 到大事 可能帮她处理钱财的问题 她就会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种安全感 如果你经常持续这样做呢 相信这个唠叨一定会减少 但如果这个问题 已经一直困扰你的话 我相信其实也是你自己本身的安全感不足 其实不只是妈妈 包括别人给你那些负面情绪 你都很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你要学习的就是建立你自己安全感 因为今天主题的关系我就不多分享 但是有一个方法非常简单 而且有效的 就是你要学会在每一次心情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静下来 放下手上的工作 好好的去区分 到底哪一些事情是别人的 哪一些事情是你自己的 学会去辜负一些人 即使你没有办法满足一些人的期待 因为唯有你自己好好的 你才有能力去满足别人的期待 所以不要撑着 适当的时候 受不了的时候 就say no ok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希望今天影片呢 是对你有所帮助的 如果你遇到人生的哪一些课题 让你感觉到非常烦恼 欢迎留言给我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咯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